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的 前天我还总结了一下浪姐成团以后的私插 以为这是会上浪姐专辑里面的最后一篇 可是没想到那清新的一个赞 后来竟然会发展出一个连续剧 先来复盘一下整个瓜的由来 9月4号浪姐成团9月6号凌晨 网上爆出了万茜在某呼上面点赞了一个黑帖 这个帖子是问如何评价玉可维在浪姐里的表现 网友回答是玉可维是宁静的死众 一个能捧一个享胜 踩了宁静和玉可维两个人 一个多小时之后呢 万茜就取消了点赞 这赞是怎么来的呢 是手滑了还是切错了大小号 还是真的要撕头花呢 吃瓜群众摩拳擦掌等万茜一个回复 然后万茜湿势然而来说她被盗好了 配上了图片怒斥 盗号的你没有心 对 你们没有看错 在这个明星接说自己手滑的年代 万茜说自己被盗好了 盗号一说震惊了四方 某呼和她的程序员哭了 被代言人质疑产品安全性 他们感觉被羞辱 吃瓜群众压根儿不相信盗号这一说 唯有万茜的粉丝情绪复杂 一边支持万茜 骂盗号人可耻 一边骂工作室是废物 所以工作室找知乎要异常登录证明 粉丝说的是对的吗 非常正确 我们参考一下娱乐圈里面 被盗号明信的标准示范操作 2014年的12月29号晚上9点多 林革新晒了几张电影票 随后就进来了影院支持自己的新电影 之后呢晚上11点多 林革新微博突然发了一条 对望思聪表白的微博 转发量相当大呀 有7万多 远远超说他宣传自己新电影 转发极限的量级 但这条微博呢 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从时间上来说呢 智取微虎山时长141分钟 达这个两小时20分钟 按这个时间算呢 林革新当时应该正在看电影 还没出影院呢 此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点 就是在表白完肆通知前 林革新的微博还发了两条 用的是百度浏览器 之后又马上改了小尾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影院出来的林革新呢 一看自己微博出事了 立即就发了一条微博澄清 但是呢有人猜测 他是不是为新电影炒作呢 很快第二天上午10点多 林革新就自证清白 说自己的微博 贴吧私人邮箱都被盗了 不仅微博被乱搞 邮箱里的保密的电影剧本合同啊 商头计划啊都被曝光了 有图为证 这是贴吧里边 道号的网友讲述道号的过程 这是林革新被曝光的商业合作 这是查询出来的IP地址一场 寻找这些波线索吧 后来道号的被找出来了 是福建廉江华桥中学的 一名高中生才是6岁 因为年纪小最后就没追折 你们看林革新这一波操作 够不够清楚 够不够明白 距离2014年已经过去了6年了 而我们国家也从2014年开始 设置了一个网络安全宣传周 当然不是因为林革新被道号事件 这个主题活动呢 2014年的11月份就开始了 6年的时间 互联网技术更新迭代有多快就不说了 各大网络平台在信息安全上 起码是下了更多的本 说他们不安全 和说男人不行是一样的痛点 这次忘记收事已被道号之后呢 生产热闹的平台方出来了 治安局阿里巴巴的安全部 跑出来发了一篇长文 说万千的道号声明 是把锅安排给了道号者和知乎程序员 在这份长文当中呢 治安局提出同样的建议 就是从后台的账号登入日记里 可以快速的查询是否被道号 同时治安局提出呢 知乎作为一个成立了10年的平台 只要没有明显的漏洞 道号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如果登录时候的设备 IP地址都是在可信状态之下 基本可以判断账号没有被盗 即便不是本人操作 也很有可能是身边亲近的熟人操作的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 从技术层面详细地解释了 道号的可能性也算是为知乎证明 那之后网友就跑去问知乎了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知乎那边没有接受好意 跑出来回答说 是万千的163邮箱 先被道才导致知乎的账号被道 言下质疑不是知乎的问题 是163邮箱的问题 163邮箱是哪家的 网易的 被点了名的网易啊 半夜觉都不睡了 官号小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加班 随后发了一份声明 总结万千方没有和我们联系 我们和他联系 现在还没有回复 网易这一声明啊 又把球踢给了万千 何之从网易声明之后发出来啊 热搜都上了两轮了 万千方依旧没有出来回复 没有回复就是冷处理 那么这个连续剧 最后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道号事件就这么过去了 有头没尾 第二种万千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突然发出自己的被道号的证据 而无论哪一种 对万千都是不利的 半次高明既有了热度 也替自己澄清了 同时又因为被虐 雇了一波肺 但吃瓜群众并不傻 迟早会发现自己被涮了 而第一种冷处理呢 则会显得他因为心虚 接下了自己甩出的锅 要我说万千这次的点赞 原本在逻辑上 其实是说得通的 他和宁静的对立呢 或者说是隐形的对立 早从节目一开始就被建立了 放解开播没多久 观众就能够隐隐地察觉到 宁静万千张雨琪 是这个节目的三巨头 甚至在观众的喜爱度里 张雨琪都PK不了万千 经过几轮公演之后呢 30个姐姐淘汰了淘汰 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到了四轮公演结束之后呢 战队就更加明显了 已经很赤裸裸地分上了两组 宁静组和李子丹妮组 但是大家在明面上呢 依旧会保持和气 当时万菲菲因为 想要和李子丹妮合作 宁静就邀请了万千去她的组 万千委婉拒绝了 但是依旧会说 姐姐我是爱你的 爱不爱这种词呢 听听就可以了 之后他们呢 又经历了复活啊 加盟啊等等啊 以及两期的总决赛等等 谁和谁的新年的更紧啊 一目了然了 而且节目组也很会搞事 成团当往的战位 第二名的万千 比第一名的宁静都要显眼 加之宁静不是吃素的 那天晚上 向来战斗力一级的宁静 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说只想和自己对的七个人成团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划分战斗呀 包括成团之后的采访 因为粉红色T恤的原因呢 宁静也是完全没给面子 直接开启了战斗模式 抱着预可为和 孟家说另外四个小姐姐很吓人 一度让粉红色的T恤山寺人 组尬到了外太空 人家心里都是非常微妙的 在一个同个比赛当中 两个人都是在人气上很强的 本身就被隐形的划分到了对立面 更何况后面已经是明着扯头花了 要说万千心里没有一点不爽 很难让人相信 而且他本身就是个很要强的人 小时候会因为当不了小马 就立刻一脚踹向另一个当小马的小朋友 所以假使这次万千成人 是自己点的赞 或许会更加令人相信 但发了一个不痛不痒 没有说服力的道号声明 无论如何都显得诚意不足 相比于情商低的人 观众更厌恶不真诚的人 一旦对观众都玩起了心机 那么势必就会造成 原本就不稳的路人谈直接崩盘 谁能想得到呀 当初那个礼貌低头一握手 自信又不过于万千的人 最后会崩成这样 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结果 因为他给人的分裂感实在太强烈 你们看他在定义上说 自己有综艺焦虑症 可在节目上压根就看不出来 对着浪花们表白 直接让浪花保送他 甚至在舞台上还会设计一个伸舌头的动作 宛若是综艺牢手 包括在节目上和姐妹们一起聊天 谈到婚姻的话题 万千说自己在结婚之前很洒脱 不想结婚 不想要小孩 沈梦成已经顺着问了 一开始说不想结婚 后来是什么契机又想结婚了呢 万千顿了几秒 眼神从上到下瞄了 沈梦成一遍 甚至能够看到他冷笑了一声 可是当他对面对这个游文红失地的时候 撒娇起来又是能够如此自然 如此的软媚 包括他前面说自己不想上节目 是被经纪人拖着来的 后来呢一伙说是来蹭声乐和舞蹈老师的 一伙又出来自己传递女性独立价值观的 更不要说他自己最经典的一句名言 说自己没有一颗小红的心 可当年呢他去参加金马奖 却把招式着野心的龙袍穿在了身上 这身龙袍后来上天天向上的时候又穿了一次 种种前后不一啊 无法自圆其受的表现 何止是败掉了观众的好感 甚至后来选队长的时候 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万全都只得到了一票 而同样是实力不那么强的宁静 依然是获得高票数 这至少说明在节目里 宁静的人格魅力要远超万千 这次浪姐的导演呢 吴梦芝描上了一条微博 说不一定能够相亲相爱 但求同存异 来日方长 按宁静和万千的性格来看非常难了 虽然万千可进可退 会在委婉的拒绝他人的时候 戴上一句我是爱你的 但宁静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呀 即使有再多的人弟子怕情商地 但是他依旧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求同存异的前提是 有同和他俩真没看出来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